9月21日坐落于克罗拉多大道的帕萨丁娜厨师学校高棚满座旁壁升回 帕萨丁娜厨师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幕兼彩仪式 帕萨丁娜市市长托尼克·何夫人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会长陆强 以及洛杉矶当地的商政领袖 特邀嘉宾以及居民代表100多人出席 美国中华艺术工鲁安馆长专门撰写了庆贺对联 先校聚员通四海除点中西会八方赠送给学校 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美国帕萨丁娜市商会 美国郡城国际集团等代表 也光临现场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帕萨丁娜厨师学校1999年创立于洛杉矶 卡尔福城艺术区 并于2017年6月 在帕萨丁娜市增开了旗舰店和新校区 厨师学校兼有教学 餐馆和活动场地租赁等各种服务 学校在宣传教育美食文化的同时 也服务于本地各种商业活动 帕萨丁娜市有90个餐饮中心 650多家餐馆 对同任记忆的培训有很强的需求 帕萨丁娜厨师学校的开业 可以解决厨师的培训和提高的问题 对帕萨丁娜市餐饮业的发展 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教学理念是将现代的厨艺概念 和古典的烹饪方法相结合 注重中西方美食文化的融合和交汇 这两个校区都提供美国国家认证的烹饪技术 烘焙和糕点专业课程 除了专业的烹饪和烘焙课程 学校每天都开设三个小时的工作坊 努力为当地餐饮业持续引进 新的食材理念 帕萨丁娜厨师学校首席运营官A.Galzina 在领导力高级酒店管理烹饪领域 拥有广泛深厚的文化抵润和丰富的经验 他曾在佩拉蒙电影公司福特和华纳制作公司 担任行政总厨 并曾任Ceneta副总裁 他的烹饪和创新意识涵盖了众多美食 糕点 冰雕和巨型姜柄屋 Galzina先生的卓越职业道德 以及他对该领域的热情和奉献精神 将继续引领帕萨丁娜厨师学校成为未来的领军者 在当天的开幕剪彩活动上 帕萨丁娜厨师学校主厨 Dawson的陈提供了各种精美的菜肴点心 这些菜品的设计和搭配融合了东西方食材和口感 色香俱全 让大家赞不绝口 华夏地视台记者帕萨丁娜师采访报道 Dawson的陈提供